好,這是各位同學大家好 然後我們是身心障礙二組 然後我們的指導老師是謝玉玲老師 好,然後我是張睿成 然後會由我來介紹我們的組員這樣子 好,然後第一位是謝志威 然後他在的機構是新路基金會私立新路投資發展中心 然後這個機構他是屬於照料類型的服務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是潘子萱 然後他是伊甸基金會中訓服務中心的物封大門辦公室 然後是林冠宏他在台灣畫畫協會在物封附近 對,然後他們兩個的機構屬於是生障據點服務這樣子 好,再來是成仁德然後還有簡正祥 然後他們兩個是在伊甸的基金會 然後新竹啟能生活照顧中心 然後再來是張睿成就是我 然後我也是在伊甸基金會 然後是基隆市身心障礙土地服務中心 那這兩個機構是屬於生障住宿型的機構 好,再來是林逸子還有黃紫籤 然後他們兩個也是在伊甸基金會 然後一個是在中曲的服務中心大理中心辦公室 然後另外一位是在屏東亞國服務中心 然後還有黃紫易跟張睿敏 然後他們兩個是在陽光基金會 然後一個是在桃竹中心 一個是在中曲中心 那這四個機構都是屬於生障各個工作的類型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會以剛才介紹的類型 就是跟學弟妹來就是介紹我們的服務對象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實習內容 那現在就歡迎就是我們的成員 就是謝謝志偉同學讓我們來就是介紹 就是早期療癒的部分 好,我要來介紹早期療癒服務 然後我們的服務對象會是0到6歲發展遲緩 或身心障礙的兒童 然後在我的機構 他的業務會分為日託跟外展 然後在日託的部分還是類似幼兒園 然後會分班進行課程 然後但我們會依照個案的發展能力 然後去做特殊教育 然後復健治療的課程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帶個案到親子館 或是幼兒園 然後讓他們有機會去接觸一般的兒童 然後做融合教育的部分 然後在個案滿6歲的時候 然後他們會要上小學 所以我們會做轉嫌 然後協助他們去入學的做工作 然後再來是外展的部分 然後我們外展就是會直接到案家 然後去做盜宅療癒 然後我們還會到社區 然後做他們宣導的活動 然後以及做兒童發展遲緩篩檢的工作 然後我實習是被分配到日託組 所以實習的內容會比較偏向日託的部分 然後我實習的內容可以分為個案 然後方案還有社區 然後在個案的部分 我是每天會到進班 然後觀察個案 然後去了解他們的那個障礙類別 然後與他們的互動的狀況 然後還有他們的服具的使用 然後我有參加個案的ISP會議 然後ISP就是個別化服務 然後我們會跟教寶老師 然後物理治療師、智能治療師 然後還有家長 然後一起去討論 然後評估個案的發展狀況 然後再去擬定他的療癒目標 然後再方案的部分 是我們每年會辦畢業環送會的活動 然後這個活動是有些個案滿了6歲 他們會要離開機構嘛 所以我們會為他們辦畢業環送會 然後但是因為我這一次有結合校外教學 所以沒有讓我們實習生計畫整個的內容 但我們有參與一些場部的設計 然後還有一些籌備的工作 然後在社區的部分 我是有跟社工一起到衛生所 然後去做兒童發展篩檢的工作 然後因為我們會利用他們在打疫苗的時間 去做篩檢 然後這個兒童發展篩檢呢 是在找療是滿重要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們他主要是要找到疑似發展遲緩的兒童 這樣我們才能盡早的給予他們協助 然後另外在找療領域啊 我們除了服務個案之外 我們比較多是在服務家長 因為我們會跟家長會談 然後做親職教育 然後家庭支持的部分 然後除了 因為我們還要跟其他的專業人員工作 所以我們會要除了社工自己的專業之外 還要去了解其他專業領域的一些專業資能 這樣我們才會這樣在服務的過程中會較順利 然後以上是找療的部分 然後再是生臟據點服務 然後會由安子萱來介紹 好接下來就由我來介紹 就是生臟據點的服務 然後首先會介紹的是在醫療 然後是在霧峰大同的生臟據點 然後霧峰這邊的服務對象是 35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 即55歲以上的照顧者 雙老家庭 對然後呢我們的據點服務 目的就是照顧者的喘息服務 然後還有延緩生臟者的老化 然後促進他們的人際互動 跟社會參與的部分 對然後我們的據點活動時間 是一週有三天 然後就是早上的九點到下午的四點 對然後我們的課程內容主要就是 就是由社工去規劃 然後課程是三個月會換一次 對然後都會有課表 然後那就是服務對象指導 然後讓他們可以來參加 然後呢我暑假呢 實習的內容就是 我有帶領據點四次的課程 然後我的課程主要是 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題 對然後那個照片就是我在課程當中 最後一節課跟服務對象 一起拍的照片 接下來呢 介紹的據點的活動 是畫畫協會的據點 然後畫畫協會是在光復新村的附近 然後他的服務對象跟參與者就是 18歲以上的身心障礙者 然後他們的課程內容就是有 陶尼克拼布油畫跟園液 然後呢實習上的實習內容呢就是有 帶領活動跟機構的宣傳 還有跟案主的宣導 對 接下來就是由生長做塑形服務 仁德來為大家介紹 好的 我是仁德 好 那在介紹之前呢我想問大家 大家對於住塑形這個詞 大概了解有多少呢 有人可以回答一下什麼是住塑形嗎 好 當然沒有人會去嘛 正常的 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那住塑形呢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服務對象呢 會住在機構 然後是一整天就是24小時 都會待在同一個機構裡面 所以我們就會把他叫成住塑形 好 然後我們 我們這組呢 有兩個機構是屬於住塑形機構的 一個是基隆市的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服務中心 另外一個就是 我去的地方就是新竹市 寢能生活照務中心 然後這兩個都是住塑形機構 然後他們都有 兩個共同的點就是他們的服務對象 然後都是成年人 但是他們的年齡呢其實有差別 基隆的部分是16歲到65歲 那個新竹市就是我的機構的話 是35到64歲 就是之後講的我學T妹 要來這邊機構的話 就是來這邊機構實習的話要記得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這兩個機構啊 都是收身心障礙者的 那個服務對象 然後都是屬於第一類別的 那這兩個機構呢 他們其實性質很像嘛 所以他們的服務 那個服務內容 都是一樣的 那這邊不好意思 那個雙腦據點就是沒有更正到 那我首先講的第一個呢 就是日常照顧 那什麼是日常照顧呢 就是講的比較淺白一點 就是吃喝拉撒碎 就是通通都是要在機構裡面執行的 然後我們社工啊 還有裡面的教保員 還有那個治療師啊 就是要去照顧這些服務對象 然後第二個是健康安全 像剛剛我講的 裡面有治療師嘛 還有物理師 就是這兩個 這兩位呢 就是要負責照顧機構裡面 全部服務對象的那個身體健康安全 第三個就是社區互動 那社區互動是要幹嘛呢 就舉我的機構為例好了 像我們機構啊 他就是會帶機構的服務對象啊 就是大概就是兩三個一組啊 然後一起去附近的市場啊 商店啊 或是那個就是到社區裡面 一起逛一逛走一走 然後跟居民互動 讓在地附近的社區居民啊 可以了解說 我的社區附近啊 剛好就有這個機構的存在 所以社區互動在機構來講 是相當注重的 第四個呢 是家庭支持 那家庭支持的意思呢 就是說 機構就是我們實習生社工嘛 就是會跟家屬 就有時候會有定期的什麼 家屬支持或團體啊 或是一起那個戶外旅遊啊 那做家庭支持的這個用途呢 就除了是機構跟那個服務對象 是機構為了要跟家屬之間 建立良好的那個橋樑 所以家庭支持 在機構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最後一個就是終身學習 這終身學習就是在於說 就是要讓服務對象啊 不要一天到晚都只會 待在那個 那個機構裡面啊 講難聽一點就是 就是拼拼用用的過完一生 就是我們為了 為了讓服務對象 在機構不要太無聊 我們會有什麼 泰股課啊 還有游泳課啊 等等之類的活動 至於我們實習生 到了住宿型機構要做什麼呢 我把它分為三個 就是第一個就是個案 接下來的團體跟社區 我這邊跟學弟妹講一下 就是這三個科目啊 在實習之前記得把課本翻出了 就翻一翻啊 真的會滿有用的 那在個案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會有寫 我們會有一個觀察紀錄單啊 就是觀察服務對象 就沒有打個岔一下 就是那個我在實習的時候啊 機構會有分給我 機構督導啊 為了讓我們實習生在機構有試做嘛 他會指定三個服務對象給我 去做觀察 所以督導就會說 那你要寫他的觀察紀錄單 就每個禮拜都要寫一份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服務對象記錄 就跟觀察紀錄單有點類似 那第三個就是家訪 家訪的話就是 會從那三個服務對象中 挑一個 然後我們那個實習生 會實際去他們家裡面做那個 那個家訪 好接下來第二個就是團體 那團體呢就是以我為例好了 就是我們會自己設計 六次的團體活動 然後去帶我們的服務對象 重點還有一個就是 那有一次的家庭知識團體啊 也是我自己贏一手承辦的 好最後一個就是社群 就是像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有做社群 那個社群試飲嘛 就是帶裡面的服務對象到社群走走 另外就是資源連結 就是我們機構會跟不同的機構做互相 那個活動的那個電 就一起辦活動 好那接下來就是生臟個管的工作 接下來是由我介紹生臟個管的工作 那如果以中區來說的話 我的實習機構是在伊甸的中區服務中心 然後其實他現在已經統稱是社資中心 就是社區資源中心 我們會在這邊就是 像社群他有沒有要做資源盤點 所以就會盤點我們這一區有多少的資源 那別區也會有 那就是目前設置中心會以我們附近的為主 然後去做資源的提供跟連結 然後還有轉介跟轉嫌 那像伊甸的話它是很多 它有很多個部門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互相的就是轉介來轉介去 或是轉嫌這樣 然後像我的中區服務中心是 服務大中是第一類 就是智能障礙者自閉症 然後我們這邊蠻特別是精神障礙者很多 然後我們也會跟那個附近的社區 精神障礙的社區據點做個案的交流這樣 就是他們會來我們這邊上課 然後我們也會提供那邊個案一些資源 對然後像另外一個同學子簽 他的博雅服務中心 他在實習的時候也是幾乎都是接觸到第一類的 對然後我的話 中區的服務年齡層是七歲到六四歲 所以六四歲以上的個案我們就不會去 我們就直接轉介掉 就不會去再做服務 就會結案 然後子簽他們的話就是六歲到終老 他們平北區的話主要服務的也有吃環 像兒童 對然後陽光的話 陽光的話他們是三類跟八類 然後像桃子簽比較特別 他們是疑患部去做那個分類 對然後像第一個的話 三張個管一定要做的是個案研討 就是社工在我們會跟專團一起做個案研討會議 然後在提專團的時候 你一定要就是了解 先去訪案 就是典型社工做的 訪案或是電訪 對然後 提給那個專業團隊的老師 然後他們會去做評估 然後還有你的社工督導 會建議你要怎麼去做服務這個個案 對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開始家訪跟電訪 然後就是完了之後就寫開案表跟ISP表彈 那這個也都是我時期都有接觸到的 然後第五個的話是 就是方案的團體參與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是以觀察者為主 對就是在旁邊協助 然後第一次等下一個的話是 我們的團體工作 這個是工作潛力團體 是很多的智能障礙者跟精神障礙者 他們我們這邊的主要是會以求職 就是個案會來我們這邊求職 他會想要找工作 但是我們這邊不會真的給他一份工作 我們是社區支援中心 所以是連結勞工局的職能重建委員 去做他的職能重建的評估 所以我們都會帶他們去勞工局做評估 然後讓他們上課 然後這個團體的話